上一场与辽宁队的大战 广东队被打得面无体肤 球队最高11度落后30分以上 最终更是以95比115大败给辽宁 把未免冠军的骄傲 在这一刻挥之殆尽 其实不止这一场 自从进入第二阶段以来 广东队的表现就出现了明显下滑 四场比赛输掉了其中的三场 与广沙 山西 辽宁这样境遇的争夺上 更都是一边倒的局面 广东队的退步不可谓不大 昨天 广东队迎来第二阶段的第五个对手 排名联赛倒数第一的同系队 作为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姚明 也是现场观战 而在姚明的见证下 广东终于找回了状态 15分大胜对手 避免遭遇连败 同系不仅实力弱 气势也弱 球队吃到了14连败 还缺少了球队灵魂吸热力将 球队在场上更是没有斗志 果不其然 一开场比赛就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广东直接打出7比1的领先 随后球队继续碾压 很快拉开两位数的优势 不过同系队没有坐以待毙 赵天忆 王子林 赵柏青和立标中四季三分 球队靠着外线的一波三分语 很快抹平了劣势 好在关键时刻 一剑连站了出来 个人连砍四分 任俊飞也在篮下得手 重新帮助广东拿到五分领先 一剑连再砍四分 威姆斯 刘全标也连连发力 广东重新掌控了局面 将分差拉大到位数 爱德华兹命中三分 赵柏青又投中三分 但是靠着外线零星的三分 同系队根本不能挽回局势 在一剑连内线的狂轰乱炸下 广东再度打出15比4的攻击波 半场将优势扩大到20分 休息归来 一剑连的火热手感还在 先是投中一击三分 然后又在篮下暴扣 打封了的一剑连 带领广东完全接管了比赛 任俊飞 胡明轩等人也被激活 广东集体爆发 非常瞬间被扩大到30分以上 大比分领先下 广东明显有些松懈 同系抓住机会打出11比2的进攻波 三节将力是缩小到21分 21分的巨大分差 哪怕对手有所启示 杜峰指导也没放在眼里 没有让一剑连等主力再度登场 派上了替补球员出战 而曾凡日 赵锦阳 刘全彪等人 也没有让杜峰失望 靠着进攻端的连续进攻 始终保持着20分以上的领先 球队最终以101比86大胜同系 避免遭遇连败 在姚明现场亲眼见证下 广东队找回了状态 15分大胜同系 止住了球队的颓势 而更令杜峰欣喜的是 一剑连迎来了大爆发 本场一剑连终于找回了久违的自己 在21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16投11中 3分2中2 罚球7中7 极为高效地砍下31-6的数据 完全统治了比赛 也是在他的带领下 广东牢牢占据了主动 一度拉开30分以上的分差 不到三节打崩了比赛 15分大胜同系 广东队的表现可喜可贺 但这场胜利 却不足以让广东队放松心神 因为他们 已经跌出了联盟第一梯队 现在 广东队仅以13胜5负的战绩 排名联赛第7位 球队被6支球队死死压制 尤其是辽宁、广沙、上海、深圳、浙江 这四队才是CBA的第一梯队 其中辽宁本赛季仅输两场 剩下的队伍也只输掉三场 他们不仅战绩出色 表现又稳定又强大 断然不是现在的广东可以比肩的 广东现在也只是CBA第二梯队的队伍 对于杜丰而言 在球队三年贯之后 他们在本赛季的退步明显可见 也让他迎来了巨大的考验 如果他们本赛季球队表现一直这样 找不回状态 球队再想要再度崛起 断然不是那么容易